如果你已经有了Property Manager 在这个时候你是否还有必要 或者应该跟自己的房客直接保持联系呢 大家好我是Wonder Property Manager的Monica 我们公司主要负责奥克兰地区的投资房出租与管理业务 今天就是一个非常经常发生的 尤其是在华人房东身上经常发生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了管理公司 但因为种种原因还有房客的联系方式 或者是房客直接找上了房东 那我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 为什么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 也有可能给房东甚至房客带来很多的麻烦 今天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其实有一个房客他出的也是不错 那我们公司在跟房东沟通过之后呢 是打算要给他涨租 但是呢这个后来房东很好去拿信的时候呢 被就是跟房客沟通了一下 房客就说那你能不能不涨租 结果呢这个房东也没有去 也答应了 答应了但是没有跟管理公司有直接的沟通 那这个时候呢管理公司就非常被动 然后呢竟然还受到了这个房客的责骂 说其实房东没有要涨租金 是你们管理公司在涨租金 那其实呢这个对接下来的工作 都一个非常不利的地方 那再给大家举一个最经常 产生了发生的事情呢 就是房东要求自己去维修 那这也无可厚非啊 现在各种各样的cost都很高 那尤其是房东自己是比较handy的 会修一些handyman可以做的事情 我们也可以理解 那在这个时候呢房客就会直接跟房东产生了联系 他们互相之间就交换了联系方式 如果大家都是按规矩办事也就罢了 但经常会有房客呢 就是任何事情他就绕过了property manager 直接去找房东 其实这样非常不好 第一呢就是你所产生的费用 其实是在年底报仗的时候是没有反映出来的 哪怕是你自己去找了其他的contract 或者是房东自己修了 那你修过什么 你给他换过什么零件 那其实管理公司都没有这方面的信息 那以后要往修 或者是你没有修好的话 确实管理公司是非常被动 因为没有这方面的历史和信息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如果房客不是很讲道理 或者是不按规矩办事 他可能经常的 会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去骚扰你 那本来是在 就是房客和管理公司之间是直线沟通 那现在管理公司也并不知道 房客和房东之间互相有什么承诺 书面的也好 口头的也好 如果但凡有一点点的争执或者是dispute 很有可能那不可收拾 因为就变成双方的一个沟通 变成三方的沟通 而且三方的信息是不对等的 那这方面的亏呢 很多房客房东和管理公司都吃货 所以我们建议的 就是如果你已经雇了一个 已经花钱签了合同 让一个property manager 去帮你处理所有的事情 那就应该全部的事情通过property manager 如果你对房子想要做什么维修 或者是upgrade 都可以通过property manager 用正常的手段和notice 去来access这个property 然后呢你在那里的时候 不要跟房客交换联系方式 这样去避免房客 任何时间 没有任何标准的来骚扰房东 那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 谢谢大家